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门问你要不要买 卖手机的 对 而且是卖那种 什么山寨手机的 山寨手机 这是日本名牌 不过是三手了 你平常总是弄件西装穿上 怎么今天真成起来了 因为很简单 迟到没时间换 那不好意思 让子东老师等 没有 子东老师今天也是一颗红心 阿尔巴尼亚国旗 我去过阿尔巴尼亚 买了它 它这个是几百年前的民族英雄 它国旗的很早 不是恩威尔霍查那个时候 但是我专门诚心去拜访 因为在我的儿童时代 阿尔巴尼亚代表世界 代表整个欧洲世界文明 就是阿尔巴尼亚 所以我一定要去那个国家 那为什么不是罗马尼亚 或者南斯拉夫呢 你不知道啊 就是在整整十多年 一个很长时间里边 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 就三个 古巴 北朝鲜 阿尔巴尼亚 这是欧洲唯一的一盏 社会主义明灯 中国人所有接触 就是所有洋人 欧洲人 包括电影也好 音乐也好 图画也好 唯一的一个呼吸口 就是阿尔巴尼亚 所以我明白了 就是毕竟呢 咱俩岁数不一样 你小的时候呢 中国朋友比较少 到我小时候 有罗马尼亚了 有罗马尼亚了 有南斯拉夫了 我们是第一次 还有越南了 在电影里看到Kiss 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 就为了它一个电影 叫广阔的地平线 为了它有个Kiss 很多人看了很多遍 我看Kiss是什么 有一个叫 我忘了是阿尔巴尼亚 还是罗马尼亚的电影 叫海岸风雷 那个好像也是阿尔巴尼亚的 是吧 你们两个汉奸 我看第一个Kiss 还是看华语片的 李汉翔拍的风月片 我还记得那个女的是 什么片的 风月 这是有点软色情的片 金平梅 不是我忘记了 好像风月奇谈什么 那个女的 我最记得那个女的 叫胡锦 其实知道胡锦吗 很骚的 这里有一个字的 然后讲她当一个 卖米店的老板娘 米店的老板娘 在那个店的阁楼 跟她的员工 扛米那种很壮 六块夫妻那种 在那边偷情 然后一边就Kiss 我看到第一个 你那时候多大 十二三岁 最让我难忘是什么 因为李汉翔很懂得用文学的手法来拍的 看到两个人亲热 然后Kiss完之后就做了 然后镜头看他们床游来游去 然后镜头一转 转到那个店铺的门外面 有工人在修路 拿着那个锤子 就敲地板 敲一下 那个床游一下 外面敲一下 然后呢 我跟我妈妈去看 那很尴尬嘛 我妈妈不让我看 然后呢 就用手盖住我的眼睛 都给我看 然后她越盖住我眼睛 我越心圆意马 从此我就爱上成熟的女人 这是从胡锦跟妈妈开始 或者从此一看见那个大锤钉钉子 你就兴奋是吗 板上钉钉 所以我是对华语片是我的启蒙 不像你们都看脑外的 对 你知道就 中国电影那时候不可以有case 很多时候这个电影啊 徐老师前一段咱们争论的 这个白鸟嘲讽 后来呢 我在这个碟上面看到 我看到之后啊 也真是很有感触 就是说 哎 我怎么就觉得吴天明啊 他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停在了某一个年代 对吧 他就在拍他自己 他停在了那个年代 而且你觉得真的是 让人很感触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是你今天在看 比如说我估计啊 你今天拿出当年八十年代 那些第五代导演拍的电影 比如说黄土地啊 比如说一个和八个呀 可能啊 你也会有一种 今天是有一个时髦的词 叫违和感 就是在当时也许很感动 包括这个语言都是旧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现在就会知道 比如说哎 一个人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下一个镜头接的啊 就是一群白鸽 啊 在蓝天上飞翔 那 哦 也有少数例外 像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霸王别姬啊 我觉得今天青年人看 也还是有好处 但是吴天明是真的 我在加州的时候碰到他 他后来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 那个时候要他与时俱进啊 拍一个美国电影啊 Joy La Club 喜福会 他里边演一个恶霸 要强劲吴军梅 结果吴军梅也在那个party上 他就是说 他不会啊 拍了很多次 他太文雅 强劲不了啊 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吴天明 真是好 因为你知道他是拍老景的 他就像白鸟嘲讽里面 那个角色 到了美国这样的地方 为了拍一部 就是为了一点钱 去演一个强奸犯 吴天明真是太苦 所以我特别理解 他最后这部片子 他是在拍他自己 所以就说是 你知道这个咱们 真是个影视大国呀 你看最近这个南海局势 你知道朋友 微信朋友圈里 这个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 是什么 就是我跟一个军方的朋友 谈了一晚上 他说呀 这个中美必有一战 我们不怕跟美国打仗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选好了时机 目前的问题只是啊 战场选在恒电影视基地 还是浙江影视基地 总指挥是挑彭小刚 还是张艺谋 这么一个调侃的一个段子 所以我说这个你看 咱们很多时候啊 是人系不分的 你知道人系 很多人的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甚至感情 我都觉得啊 有一种什么的 这种感情 但是有些时候啊 这个在真实的情境当中 在真实的情境当中 人们心里啊 也涌现出那种感情 哎 让我想起当年啊 你比如说这个 看到一些抗洪救灾的 这个电影 我就觉得你还别说 今天说什么人心大坏啊 说今天说什么 哎 老太太倒了都不服啊 还真不是 我跟你说 中国人有的时候 他就是有他的一个 一腔血涌 你知道最近咱那 聊聊抗洪救灾吗 哎 这个淹了 这个泽国呀 都成水乡泽国了 然后有一个地方 就是哪啊 湖南 咱们就聚焦到一个小景啊 湖南华融县 有一个地方叫新华院 哎 我一想这华融 我就想这个曹操 当年怎么着 嗯 拜走华融道吧 关公堵 关公就是放了他 放了他 今天我们可能 不能把洪水放走 放走就完了 但是确实这个洪水 就给给溃滴了 溃滴了之后 你知道发生了 就说挺感人的一幕 哎 你想象不到 就说 当时啊 更先进的机械也没来 但是怎么办 找私家车呀 私家车 就开始是往里扔这个麻石 堵不住 石头扔下去就冲走 扔下去就冲走 最后总指挥想一个办法 冯小刚总指挥 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 倒马 车 不是 车呀 本来这个车是运这个石头的 但是最后就发现呢 只有连车带石头开进去 才能把水给挡住 但是当时是什么车呀 原来是征调的 就离街上征集的 我这才知道 有一个什么反洪水法 不是 不能叫反洪水 反洪浪法 还是什么洪水法 我不知道 咱们什么都是法 根据这个法呀 可以无条件征调私家车的 就是你接上车对边发洪水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这些私家车主啊 不是强迫的 当然说可能事后也得陪人家 说不是强迫的 就当时就说 哎 那边洪水绝口了 要不说 过去有句诗叫什么 若要中国国真王 除非湖南人见死啊 这湖南人呢 还真是有时候有点干嘛 这些司机都是很踊跃啊 咋走 没关系 新买的车 运了石头 就往里开啊 就把自己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你看 你瞧 你知道吗 有危险呢 这个司机啊 这是人家自己的货车 装着石头 然后你看 在他身上系着这个安全绳 他得怎么开进去啊 他自己踩着油门 把车开到那个绝口的地方 然后淋这个车开下去的那一瞬间 他得跳下来 这很危险 有的有几个就掉水里了 最后拽出来的 你看 往下看 你往 你看 这这车进去了吗 就他就得在车进绝口 这一刻 他又匆匆跳出来 只有这样 把车一辆一辆开进去 你再往下看 你看了 这是绝口处 你再往下看 先用这个车载石头填住了 然后呢 私家车先填住了 然后公家车再往里填点别的 不是我瞎说的 反正你看 这基本 基本拦住了 基本拦住了 你看这就是这个情况 重点是后来成功了吗 成功了 在他牺牲冒险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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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去被老婆打 不会 这个国家可以赔偿的 这种车到时候加倍 对 应该紧要关头 不是 咱们反洪水法说了 适当 应该赔足 这种应该赔足 对不对 不仅是那个什么反洪水法 反什么 经常有 反正国家在紧急徐旗 它是可以征用你 我不晓得 我是看港产片看到的 不是经常有警察 抓贼 然后突然抓住了 停住了车 我是警察 像征用你的车 都这样开走吗 我以为是这样的 不用了 要反洪水法 对 我原来也是看电影 什么反洪水法 没有这个法 没有 是有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法 反正就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当然这个洪水无情人有情 不光是湖南人 有这个血性 但是的确 我就觉得这个湖南人 你看他这个性格 就叫霸得蛮 耐得烦 就是他有一种 劲头过去 这个乡军 什么的 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为什么骂公知 你看这个 在中国的某些社会阶层里 你要知道 他对这个国家领土的 就咱们这几天 说南海 就是说那不能提领土领海 这问题一说 眼睛都红了 说实在话 我得承认 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我知道大是大非 但是比如说 我见到一个台湾朋友 这就是所谓咱们这个念书人 就是我会呢 大家回避提这个问题 对吧 要不然就是一伙的 咱认识的台湾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认同大中国的 对吧 但是呢 万一碰到那个绿色的呢 就是好像就是 很有礼貌的 就不要提这个事情 行可以提 就讲太平岛吧 是吧 就叫求同存异 对吧 但是你知道 我就有一个体会 我有一次在湖南那边录像 录这电视节目 你就能体会到 一个摄像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站他旁边 因为我们这个嘉宾里头啊 有一个台湾嘉宾 台湾嘉宾经常会说口误 经常会说口误 比如说他闹不清这个两岸 有时候就说成国了 或者有说成 台北说成首都了 比如说当然这个最后播出是会被剪掉的 对吧 但是你比如说 要是我们 我会觉得 他是可以理解的 说就说了 剪掉就好了 对吧 但是我当时我就听了底下 就一个湖南嚼着冰榔的 那个湖南的一个摄像师 炸了节目 我拿石头砸死他 砸死他 你一下子就意识到 在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啊 这个问题 只不可商量 只你死我活的情绪啊 说实在话 让我这个心里就一惊 你知道我说 对 我说当然他这个是说的不对啊 但是我说这种恨啊 他能恨到这种程度 你说我 我很有理解 那个我去大陆啊 不同城市去 有时候演讲活动啊 那晚上有朋友来 朋友的朋友来聚会 通常就坐下来弹吃喝玩乐嘛 弹音乐 顶多弹一下这阵子 只有去到湖南的城市啊 长沙啊什么 晚上来的都是那个救国救民的人啊 至少看起来像 一坐下来就是好 我们觉得中国的前途 接下来五十年怎么怎么样 一定是讲这些话题的 没有其他的 还有我现在一个礼拜 经常跟我打球的那个内地学生啊 我有几个内地学生 都是湖南来 湖南来的男学生啊 那个只要我一讲打球嘛 总是用力打嘛 然后只要我有时候一打 说现在是香港队 队中国队 他反应就来 什么话 什么叫香港队中国 你们是中国香港 对 中国湖南什么 对对对 马上那个略血沸腾起来 我说我一打 我输给他的时候呢 我就要故意挑拨他的情绪嘛 就骂他们湖南人几句 哎呀他 不过你们湖南女子 什么 然后他就就火了 完全不一样了 那性格非常暴烈 我觉得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南海问题 你也能感觉到 真的是说 这个没有商量 不光是政府说没有商量 你会感觉到民间的情绪 是完全更加没有商量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 不管他是被利用 或者是无限高尚 俄罗斯人 那个北方四岛 占了 占了那几个岛 他肯让吗 啊 日本就多少年了 要求他那几个岛 俄罗斯他 日本人的 我们在旁人的角度来讲 俄罗斯地方够大了 你都是荒原的 你就占四个岛 可俄罗斯未死死在 日本人不是吗 日本人讲起来更有理由了 为了他的领土 他都可以剖腹来上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捍卫领土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 中国当然也是 都是很正当的 所以领土问题啊 人家想到最后比较南海这个问题 很多人的很直接的反应 就不管他怎么样了 反正我们要保住他了 可是 可是你知道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就老想起啊 这个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啊 就说血泳咱们是够够的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呢 咱不知道 你就错过了发泄的机会 比方说 就是当年 蒋介石政府的时候 他把多少平方公里的外蒙古 就让出去了 蒋介石倒是放弃了琉球 那这个是明文记载 当时都给 美国人都说了嘛 那琉球给你 蒋介石说 所以说 你很多时候你看 你比如说南海 他一知道 你马上就觉得 人民这个血泳啊 就出来了 可是实际上呢 我就觉得 就是说血泳很大 但是我认为同时啊 还可以 就是说 让自己更有知识 这样呢 会让自己啊 这个别错过一些事 比方说什么呢 这个边境谈判 你知道关于领土的 这个出出进进呢 实际上一直都有的 在历史过程中 那比方说 咱们前些年曾经知道 这个中苏的边境谈判 你所谓 所谓这个黑瞎子岛的问题 哎 你可以去查查资料 那个时候在领土上面 双方是怎么谈的 对吧 包括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 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朝鲜 这个边境谈判啊 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 就你明白吗 我觉得就说 很多人啊 他不愿意去学习 但是一个媒体 就是或者说 释放一个消息 哗 我就血涌 可是实际上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你也就无所谓 我们小时候 我就看 曾母暗杀是中国的 这个在我们的记忆里 是极深的 今天就是这个记忆 受到了挑战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不开心 现在不爽 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还问过我哥哥 因为我看那个地图嘛 他中国的国家 都挖到很下面 快到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了 对不对 我就说这么远 还是中国啊 我哥哥大学教授啊 说是啊 一直是中国的 曾母暗杀 就记住了这四个字 今天啊 所以这个法庭 这个东西 我们啊 反对 不是 咱俩聊这个人 家辉 就有点违和感了 是吧 没有没有违和感 我在想讲届时的问题 我在想 蒋介石放弃的东西 还多了 放弃了香港 要讲届时 其实蛮好骗的 当然他当时想 哎 我要赢嘛 打 打败我的对手 共产党 他就这样想 所以呢 他有这个弱点 你只要满足 针对他这一点 很好骗 香港他就放弃了嘛 因为在打日本人的时候啊 英国人什么其他人 要跟中国来换约嘛 等于是说啊 你是我们兄弟了 我们以前占领你的地方啊 像什么 青岛啊 广州啊 什么 换新的条约啊 当时蒋介石那边 是要求香港都给 给还给中国的 那当时他也以为还 结果呢 打完仗之后呢 美国 英国就不还了 为什么呢 就说哎 英国给他一个暗示 就说好 可能会还 可是先谈广州吧 先谈北方的青岛 什么先还那个 那他蒋介石旁边的 顾维军啊 很英俊那个啊 中国的那时候联合国的那个还有大使 就跟蒋介石说 没关系啦 人家是送礼 送礼物给我们 可是分两次送 先送一次 我们先收下来吧 那下回才第二次才送还香港 蒋介石就 半推半咒 讲的对吧 不是咒 半信半疑 然后就没有香港 那后来就没有 其实假如那时候解决了整个历史 亚太的历史 可能不一样的情况 我就想对我们香港 所以没有违和啊 香港也是受害者 所以现在就叫你们带居心啦 是吗 墙墙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洪水还淹了另一外的福建 你看看这个淹成什么样啊 你看看 这是哪啊 莆田 莆田给淹成这个样子 你再看下边 这个莆田给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可以再看网上人们的这个感情 淹死他们 就是因为莆田那个民办医院的事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这些人说不是医生多吗 自救啊 这是在福建啊 这个弄成这个样子 太刻薄了吧 出来赚钱的是少数莆田的富人 对 真正莆田的老百姓 你看还是很穷的 所以你看 你就我就说 从某些网上的情绪来看 你又会发现这种所谓叫非理性 他可以完全的 不管那么许多 我觉得这些人呢 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 真分不开 还是假分不开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发泄 发泄 对 所以网上这个东西呢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心理 就是说 他就像人的一个发泄 人有时候 比方说有人 我们讲讲出口啊 什么话 人不可能每一句都讲的 那么理性的 但是你看的人 上面你 把他拿来做民情调查 或者说舆情调控的 那你要清醒的看到 这个不是主流 你不能依据这一条 你就说中国的老百姓 现在怎么怎么怎么了 对不对 看他有没有行动 你说网上我想到 那个 一年多以前 有一个英国的女人 要去南非 一个年轻女生 上飞机前坐在那边 好玩嘛 发了推特 就发了 我现在又去南非 哪里哪里了 希望我不会有艾滋病吧 等于是说怕 总是非洲那边 就有 结果你后发完就关机了 你可以想象 他只有几百个水者 可是这句话被转转转转转 等他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呢 推特上面已经有一个标签 是说 这个人叫Justin Justin降落了没有 就说已经在动员 人肉搜索了 人肉搜索 在那个飞行途中 第一个人肉搜索 他家人的照片 他的表妹的电话被人家打去骚扰 说要强暴你杀死你们 因为你表姐说什么什么 然后呢 还多了我刚说的标签 其实说Justin到了没 降落了没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要去借飞机 飞机长去借他 揍他 结果呢 再有人附和嘛 好多人就说 哎呀 这次精彩了 我不管 赶快完成我的工作 带着我的三明治 面包啤酒 去飞机场看热浪 这有点像什么啊 比方说文涛被人家丢石头 我在旁边看 你期待我跟你 替你讲句公道话是吗 对不起 我讲的是什么 哇 你看那石头多悬啊 多酷啊 那石头丢得好啊 那个角度好 我就网路细解 那后来这个女的降落了以后呢 很惨啊 第一个 被人家闹藏 要飞机场的警察保护他走 然后要 他落飞机的时候 已经有人飞机场等着他了 有几十人等他 有几百人围观 然后呢 要保护他离开飞机场 然后呢 他忧郁症 然后工作没有了 因为忧郁症也做不了工作 公司也怕他 觉得哎呀 你闹了那个事情 他拉一个 还有做艾滋病检查 拉个Twitter 那个Twitter 在那个一天之内的 扭转跟阅读率 是什么 六千两百万 这样一句玩笑话 可能最开始是两三个人的 那个攻击他 最好就是说 怎么会有那么多呢 对啊 这差不多接近 姚城的粉丝了 对啊 那是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你说网路 你可以是说 像黎匡说 有人问黎匡 哎 黎匡 你怎么看网路 霸凌 欺负 对 他说什么屁东西嘛 你手机关掉就行了 你不上网就没事了嘛 怎么欺负 没有那么简单 这话说明他没玩过 假如说你现在要去东莞了 你发一条微博 我要去东莞了 我但愿不要得病啊 会不会有人骂你的 不会 会有很多女的接他 有另一种接机 开玩笑 开玩笑 对啊 所以是我网路 非常可怕的 过去两年很多这种例子 最后来有人研究 最开始发动这种攻击的 只是五个不到十个人 十个人看你不顺眼 或是说把你的开玩笑的话 认真对待 比方说你是什么 发个微信 湖南人什么东西 是 然后十个人就可以延伸出 六千两百万的浏览量 跟攻击 我不得不说啊 那你愿意 你要说我挺孙的 那我可能是挺孙的 为什么 比如说我在网上 看见别人骂河北人 或者我也实在庄人 我就看看一笑 不会觉得有什么 你看这么多莆田人 都大气 他们把被人骂淹死 也没有集体起来反抗 有时间去卖药呢 对